你要我毁灭我不 我的老师沐昕先生 他被关进监狱 他就在狱中写作 如果被发现 最佳一等 所以他写完以后 他就缝在棉库里面 正反面写满 他这样写是为谁写 没有为谁写 不可能发表 也不能被看见 他是为自己写 他只是为写作而写作 当他失去尊严 失去安全 几乎失去一切的时候 他说他是靠一个字 一个字把自己救出来 他被称为文学不明飞行物 因为你去查1949年以后 所有作家名单 没有沐昕这两个字 最让我惊讶的是 当他过世之前 病重之际 上百位完全不认识的小孩 从全国各地赶过来 为他送葬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事情 我就很奇怪 你们为什么喜欢沐昕先生 他说我们读不懂他 但是愿意读 因为我们才知道 汉语可以写得这么美 你不会听说 有一群年轻人 特别踊跃地说 我们要赶着去见莫言 或者说莫言到底住在哪儿 我们怎么样找到去他家 但是好像很多年轻人会觉得 去看木星是一回事